好来看到光复乡长冷清水上任以来 陆续推动完成地方 包括新办公、大楼、辟建计划等地方 多项重大建设后 在定期会的施政报告当中也强调 未来将以文化生态观光产业为施政的核心 不过却引来副主席吴依珍 相代表镇万镇直询提出 9号牧场、风雨计划园区工程案等等 可能造成地方生态环境的冲击 也建议乡公所来重视 以及要及早地规划因应的相关配套措施 以硬万变 相代表镇万镇仅扣着乡长林清水 在施政报告结尾强调的 以文化、观光以及产业 作为这一届任内的施政重点 提出了四项检疫 我们当时就是提出了7台湾 左右的一个预算 那现在银银会给我们190多万 就刚好做光面 这个顾思墙的光面做得不漂亮 那个中间里面没有内容的话 那个就是白做 一方面我们的风雨计划 也进行了差不多要结构 都会看到 这为了让所有的理科来到我们风雨计划之后 都能够延伸连续回到部落 所以部落故事场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建议乡公所提早规划 风雨计划案的配套措施之外 郑万镇也建议路牌 环境的维护整理 以及流浪犬为患的问题 能尽速解决改善 而同样也关注乡长 摄政报告的副主席吴依珍 连日来的种植询议程中 紧追着9号牧场对部落环境的冲击 以及探究环保升级公司 进驻推动黑水盟产业争议 建议相公所重视 切勿至身之外 我们如果没有去注意 去关注的会增加 会不会 应该会 从250头变284头了 那下次会500头 再下次会满1000头 早期池 会务池 发酵池 这些 所以还是要请 我们身为公府的 帮我们铺一条路 我们要进去看 刚刚的那个花莲县政府 那个民众申请的那个公文 我觉得那个只是 看起来只是说说而已 请查照这样而已 最后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进关 核定前在那边 但是后关的这个 之后的这个有关环保 有关这个的话 如果有 通污 有废水 当然我们接受到 全景的话 我们会请 我们没有那个设备去验 我们会请 环保 加强来做监测 光复乡长 林清水展现 新政最大效能 推动完成 地方各项 重大建设案件 列任后 林清水也全面 朝向地方生态 文化 观光产业 来建设发展 相待会支持 但是肯定的同时 这咨询提点建言 环境卫生安全的维护 人文景观特色的营造 以及相关产业开发案 可能造成环境生态的冲击 将会是相公所 期待克服突破的难关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导